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穿起你的血衣 准备踏上未知的大地吧 魔物猎人世界 Iceborne 第二支宣传影片正式公开啰 这次猎人成员们要踏上有双动土 建立新的前线据点月城 并找出魔物生态崩坏的原因 除了先前公布的飞赏爪 以及14种狩猎武器的新动作之外 这次首度公开了魔物驾驭 这个快速移动的方式 玩家们事先指定好目的地之后 就可以骑上凶才龙 一边采集整理装备 一边前往地图的指定地点 对于陆吃来说是不是很方便呢 而新影片当然少不了新魔物登场啰 全身覆盖冰霜的风飘龙特殊个体 双翼风飘龙洒爽登场 以及在前置影片最后怒吼声的主人 现身啦 拥有强大腿力与凶猛咆哮的经典魔物 轰隆正式公开 看来他激动的冲劲 与强力的吼声依然健在呢 影片最后让磁火龙在巢穴里 不敢轻举妄动 只露一只性感小腿的Log魔物 难道是来自魔物猎人Course的斩龙吗 就让我们期待 接下来E3会不会公布更多的消息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